一国两制就基本上就是其实也包含着也爱国者之感 你说哪一个国家他会有不爱国的人可以治理自己的国家 从来都没有这个规定 我也没有任何看到这个惩罚 我说应该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家乡 好像我们香港人爱香港 他才能把香港发展好治理好 这是根本上需要的原则的条件